小CALL呢 小CALL真的讓我很意外 真的 我今天也是 這是我的另外一面 對 因為其實 應該是說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學生的時候就是念設計科系的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很喜歡奈良美智 然後因為學生不可能有多的錢 可以買 那很貴 對 就是現在越來越貴 然後因為我發現我自己結婚之後 我越來越愛自己 所以會開始去買一些 自己真的喜歡的東西 其實好像 沒辦法帶出門 但是在家裡欣賞 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所以我第一個收購就是 奈良美智的東西 其實是在後面 滑板 那是真機 對 它是真的 就是那時候其實我只能講說 要買奈良美智的東西 有時候你是 但是其實它也不用花到 這麼多的錢 那兩個滑板 那買下是2萬5左右 大概是兩年前的時候買 然後現在我上去網路上 去收發現 它現在有增值了 對 那會覺得以後如果缺錢 可以把它賣掉的概念這樣子 對 那因為我為什麼喜歡 奈良美智 除了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小女孩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之外 我每次看到她 我好像看到我自己 因為她有一種孤獨的感覺 對 妳很孤獨嗎 我是很孤獨的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孤獨的一面 她雖然是小女兒 但是她很邪惡 對 她有邪惡面 其實奈良美智是一個大叔 她今年已經快要 50幾歲 快要60歲了 其實她有說過 她每次在創作她的畫的時候 她只有在悲傷 難過的時候才會作畫 所以你可以發現 對 好像很多藝術家 對 有沒有 都是這樣子 還有很多詞曲創作人 她在最悲傷 最難過 最潦倒的時候 寫的歌都超好的 就是曠世紀 幸福肥的時候超難聽的 對 通常 譬如 譬如誰 陳生 對 就是 她會在 她憤怒的時候 就是難過的時候 會創造出一些 就是曠世巨作的概念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她的畫裡面 其實都是很頑皮的 就是你看那種小女生 但是她有邪惡的眼睛 而且她的那個筆 就是她的筆觸 就是她的畫起來的感覺 算很簡單 但是你仔細看她 她是有生命力的 裡面有孤獨的靈魂 對 那你看她 你好像 你在跟她對話一樣 她可以感覺到 你內心的想法 對 這一個是什麼 妳去把它表起來的 好 那我要先說就是 因為她現在的話 實在是太貴了 當然 所以我也買不起 但是呢 我就想到一個 非常好的想法 就是 COPP 妳是COPP 這是明信片 其實這個是明信片 把它表成的話 對 然後這是 放明信片的盒子 它裡面呢 基本上有10張 那我只帶3張來 給大家看一下 拍起來是這麼漂亮的 就是 一系列的 好美喔 對 就是有10張 那就感覺在家裡 隨時都可以換一下 就是感覺 如果你想要這兩張先放出來 改天再換另外兩張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10張都表 都把它表框了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最近熱騰騰的就是 這個杯盤跟罐子 其實這個也是在日本 就是透過朋友的關係 才買得到 就是大家買下來 其實就是也 一個盤子杯子 大概也是一兩千塊 但是其實也是 很難得的機會看到 才能收購到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另外呢 因為實在太愛它了 最近每一次 常常也在網路上去收一些 有關於賴良美智的話 我發現現在有一個 紐約的潮流藝術家 他也畫了賴良美智的 有些酷手版的系列 喔 在彈彈 對 就是有點這種概念 然後可以看到 你看這就是它的畫 它是跟凡谷啊 就是做結合 它背景是凡谷的那個 吶喊的那一幅 然後呢 這前面是那一輛美智 對 然後因為它的畫 會比較容易收購一點 就是一兩萬塊 就是你可以比較買得到 然後那一輛買不起 所以除了買了這個之後呢 就覺得又開啟了另外一上 就是一個窗戶 就是開始又買它的東西了 就覺得 它的東西實在太可愛了 你說紐約的時候又畫家 OK 對 它也是又畫了一系列 那兩美智 跟草菅民生的結合 好好笑 是不是很可愛 很可愛 對 然後這是它的像 明信片這種比較早期的畫風 然後另外 這一個也是那兩美智 就是收購了這一些 這就是我自己最近的收藏品 很好 好 然後 這個 不是 那 這就是 我們 是 這就是 我們 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